近期华联市建国路上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 一名73岁的王姓男子骑乘单车 突然从巷内窜出变换车道 遭到后方的机车闪避不及直直撞上 而事故造成王姓男子卢内出血呈现昏迷 而机车骑士则是左手骨折 经过警方调查意外发现 撞人的机车骑士竟然是无照上路 大马路上一名男子骑着脚踏车从路口窜了出来 只见他骑了几秒钟后缓缓伸出手 向后方机车表示他要跨越车道 但已经为时已晚机车根本来不及反应 只见一把撞上去双双倒地 地上满是血机脚踏车骑士因为没戴安全帽 头部受到巨大撞击 路内出血 全身还有多处擦措伤呈现昏迷状态 且有生命危险立即送一抢救 而机车骑士则是左手骨折 患者头部有一处五公分的血肿 还有并诱饵一处肢猎伤 随即送往医院进行处置 11号上午10点多 花莲这名73岁的王姓男子 骑着脚踏车从建国路的外侧穿越车道 但却跟56岁的机车女骑士发生了碰撞 一旁民众全吓坏 赶紧打电话报警 而警方到了现场 先是将伤势较重的男子 送一急救后 又发现这机车女骑士竟然是无招驾驶 一辆脚踏车沿建国路外侧车道往北执行 随后向左变换至内侧车道 与另一辆机车沿建国路往北执行 发生碰撞 脚踏车骑士虽然有举手示意 但看到后方来车没减速 他竟然还敢放心大胆地跨越车道 这下被撞到送一急救 好在最后幸运捡回一命 而机车女骑士被抓到无招 也将依法开罚 这一片实际情皇里报道